大家好,我是Charlene 今天邀請到我的好朋友Samantha 她本身是個拜師 我們今天邀請這個叫什麼名字? 加薑小平吧 這樣邀請了就可以放在家裡 對,有的 所以我們今天有什麼花菜? 今天會選擇一些比較當季的花菜 因為現在是櫻花季 所以預備了一些日本花菜 手上是日本的櫻花 它是單反的櫻花 另外跟櫻花很相似的粉紅色 很薄的日本飛便床 對 還有這個我自己超喜歡的 它是小手球的 也是日本的花菜 因為我看到它的半圓形很像手球 對 而且它可以開到很久 它放過幾星期 有它的孔子慢慢開 其實就 經常都會有花 那這些都是當季的花菜嗎? 對 也是春天的花 即3、4月經常都會出現的花菜 還有葉材方面 平時大家可能會看到很多的有加利葉 這個是綠色的 這個就不是有加利葉材 對 選了一個比較脆綠色的葉材 它就叫做柳花園 OK 也是很春天的顏色 對 很漂亮 好 好 然後呢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因為我們在家製這個小苓花 對 其實這個小苓花很適合我們放在床頭櫃上面 可以寫一個樣子放在咖啡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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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的時候 先有些裝 element 首先我們有一個玻璃櫃死 nessa 我會想用多點透明的玻璃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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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櫃櫃� втор 如果你沒有花櫃櫃櫃櫃櫃�櫃�重點 可以找一把很重念 另外我會準備一把花藝的剪刀 如果你真的沒有花藝的剪刀 你找一把好力一點的剪刀也可以 但如果你平時想插花 我可以依你買花藝的剪刀 或者剪布的剪刀 剪布的剪刀夠力的話也可以 但如果你剪完的話 你會剪刀就剪刀了 沒錯 那我們開始了 今天我們選的花瓶 所以它的瓶口是比較小 它的形態是比較長身高身 所以我們插出來的花材 其實長高度 我們預計是這個花瓶 大概一本左右 這樣比例 對 而且因為它的瓶口比較小 所以我們會比較容易處理 因為瓶口比較大的話 花很容易會散開 對 會散開 所以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建議選一個瓶口 這個大概是2cm的瓶口 對 我記得有時候去買一些花椒 或者類似的飲品 其實它都是類似的瓶口 那些瓶口是這樣的 那些瓶口可以用 對 那些瓶口可以用 對 對 那些瓶口可以用 那些瓶口可以用 好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先處理葉的部分 對 我們剛剛說過 就是我們做出來的作品 其實會是這個花瓶的一倍高度 對 那我們的葉子 第一一下就不會插到那麼長 對 我們大概就會插到這個瓶的半倍左右 對 所以我們就要先處理了這個葉管上面的多餘的葉材 OK 對 原因是因為 原因是因為 我們插所有管插到水裡 我們儘量都不要有葉 因為有葉就不會有菌 有菌就不會死了 對 OK 對 然後我們就要剪一下它的腳 對 因為現在我們這樣看下去 它太長了 對 所以我們就要按預 我要拔出來半倍的長度 那我就剪這樣 下面一點 對 我剪的時候 剪刀要斜斜的 對 對 我想剪出來 它的斜面是越斜越好 那就可以等花和葉吸水吸更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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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可以插進去 插進去的時候 你要記住 每一次插進去都要斜的 對 不要直接放進去 我們要斜 對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插進去 我們每一次插進去 我們要用同一個斜度 對 它慢慢在裡面 就會形成一個螺旋的形態 對 例如你剛剛現在是由右手邊插在左手邊 對 我同一方去 右手邊和左手邊 我們之後的所有花和葉 都是以同一個光度插進去 對 螺旋形正確的時候 萬一中間有一枝花是借了 對 兩三天之後 那就可以單獨插進去 哦 那你就不用整個花換了 哦 因為如果中間不是做螺旋形的打擊的話 你換得很難 明白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插大概三枝的花 對 就令到下面有一個比較豐滿的舞材 好 明白 那做法和剛剛都是一樣的 可以剪斷一點 然後再 拔走多餘的葉 然後以同一個斜度插進去中度 還有呢 有另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要 要確定 所有的花的腳都是插進去水裡 對 不要太短就這樣掛 這個就是 透明的好處 對 所以你也會看到它是否不夠 那我想問螺旋形插進去的時候 我應該在原本插那枝的 這邊還是這邊 哦 你原本插那枝的 其實沒所謂的 只要你那個方向都是 一支 就是這樣 好嗎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看 你這個和我這個 你覺得有什麼方向是怎樣 它會動 是 動是很正常的 不過我們可以看看葉的基礎 就是現在的葉的基礎 就是現在的葉的基礎 偏向上了 對 反而下面這個位置 有一點 中空了 所以你可能要放一點 再短一點 或者它的葉是由底 開始生上來的 哦 哦 好啊 好啊 否則我們的作品就好像 樽樊樽樽 花還花 味道 就是要無縫接它 對 對 好像先做了一個小草叢 然後我們再插一些花 差不多了 耶 很高啊 好 然後高低的 我們待會覺得不夠 可以再插 好啊 好 我們做好葉材的基礎 我們做草叢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插一些花 我們今天煮花 其實會是櫻花 櫻花 我們可以同樣地 雖然覺得很曬 但是我們也要把下面一些多餘的部分 剪掉 然後我們可以想一下 究竟我想把它插在哪個位置 例如我這個瓶的話 我會把它插在前面 這個中空的位置 對 那我會把鷹花拍起來 看一看 這個高度其實都可以 那我就可以 都要斜展一下 然後就順著剛剛的螺旋形 把它放進去 這個比較重 對 因為這個比較重 這個比較重 你 做好 你不喜歡 那麼 你不喜歡 好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 它 剛好比較大貨幣 其實很淡 因為其實花藝的世界裡 我們有技巧 但其實沒有對付錯 其實美感是很過癮的東西 還有這些家居的盤子 我覺得自己做的時候 是享受花的過程 或者留意花的形態 去想要放在哪個位置 其實這個過程都是我們和自己共同的事情 非常好 這個就是我很喜歡的 我想問 如果我這樣插上來 其實我很喜歡這些 但這個就突出出來 那我應該怎樣做 我現在剪掉家庭 還是怎樣 我覺得你可以先把它留下來 好 之後再留下來 之後再看它 真的存在不了 因為我們有其他花 需要加進去 例如你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 例如這裡有個位置 好像刺了 變成它們好像很綿綿 其實我們可以 將這些菲燕草加在中間 然後填補它們的空規 明白 所以我們現在下一個就是用菲燕草 好 菲燕草下面也有一些長的葉片 那些長的葉片我們都要拔走 我想問 純粹呢 有沒有怎樣 會分哪些是主花 哪些是配襯 好像菲燕草現在就好像是配襯 那樣 那怎樣分呢 還是你喜歡 其實我覺得是自己喜歡 第一 第二 就是看花的大小和形態 通常 花大一點 就會是芋花 因為它比較愛情 還有我們看下去 如果花有份量感 即是玫瑰 矛丹 這些圓波形的話 對比起 可能是 壽球 這些都是主花類 但如果是刺激 或者是小馬丹 這些比較薄 或者比較輕 一些花大 通常它都會配襯 美麗 然後就可以 好 菲燕草 菲燕草 其實它的空氣感很強 所以它可以 做一些比較高的位置 又或者它可以 從前面跳出來也可以 還有其中一個點是 今天會選擇芋燕草 因為我自己覺得 菲燕草和菲燕草 它們的感覺都很相似 所以菲燕草好像一個 大派的菲燕草 我覺得它們放在一起 是很合格的 要溫柔一下 我剛才打了一下 是落了葉的 我們要 平靜一下 OK 好 還有菲燕草 有時候會有些 未開花的花枕 對 我來了 這些未開花的花枕 其實花枕 它是綠綠的 很收長的 我們都可以把它 安排在 煮花和煮花中間 這個我們就叫做 調點 其實就是增加了 整個作品的活潑度 什麼 我覺得 會做這個調點 也是 為何 那些人的擦花會漂亮 不只是把它 一介 對 而是你會懂得 有些 即是未必需要很完美 其實需要有些 品種味 不同 令它有個性格 即是令它有個性格 你看到現在這裏加了一個調點 那就會更好 對 對 這個也很活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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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還有一個很漂亮的花材 就是這個 小壽頭 小壽頭 我們不用完全拔掉 但如果有些 不太漂亮的壽頭 我們就要把它拔掉 明白 不是很漂亮 是它裡面 很漂亮 例如可能它開始已經有點遮瑕 又或者是開得太多 就把它拔掉 還有例如我現在手上這條 我下面這部份 是我要插進去花筋的部分 對 這裡也有花 那也沒辦法 這裡我們也要把它拔掉 去乾淨 雖然這一部 我想大家做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可惜 但是 為了令到花是健康的 可以在瓶裡存活多一集 所以我們都一定要做這個 取捨 通常小壽頭 我會把它放在花瓶裡 比較厚的位置 因為它的眼睛比較硬 所以它可以自己站起來 做一個你的花板的後勁 所以我們要首先決定它是每邊的前面 對 沒錯 其實你拆的時候 應該是主花擺放的時候 你已經決定了哪邊的前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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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我不懂得自己插花 怎麼插呢 就是避免把不同的粉 插在一起 對 只要把粉 放在一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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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試一下不同的花擺放在一起 其實也很好玩 最後一步就是你可以再360度去看看你的花材 你的作品 看看有沒有些地方需要去填補一些花 或填補一些葉材 明白 那你剛剛提到的問題就是這支花應該存在呢 那你現在可以再做這個問題 對 OK 現在補妝又覺得它好像跳了出來 對 有另一個感覺 加了不同的東西 所以通常如果我要剪一些廚花 我會去到最後才剪它 就是千萬不要衝動 沒錯 這個很簡單 是嗎 立刻做完之後我會覺得很春天很開心 對 很漂亮 綠色 綠色和粉紅色 我自己就是很喜歡把seasonal的花放在家裡 對 因為可以感覺到那個季節的變化 嗯 很漂亮 好 好 完成 就是這樣了 那呢 如果想 你可以就這樣放在這裡 我請開一點點 哈哈 就這樣放在這裡其實已經很漂亮 我也很喜歡透明的瓶 因為你可以直接放在這裡 可以看到裡面的水和不同的水汁 而且感覺很舒服 如果想的話 就可以加一張自己喜歡的字 譬如寫一些自己喜歡的字句 這樣放在瓶子外面 我們也很喜歡做的 讓我先試一下 有些可能是自己很想提醒自己的句子 又或者純粹是畫一個深深一個星星的 都會很漂亮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 Cheer up 的一個 是啊 Cheer up 自己 或者Cheer up 別人的一個 對 我覺得如果這個 你看我們剛才用了很少的花菜 其實都有很多美容 當你真的買了幾個花菜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做多幾個 一個給自己 譬如一個送給朋友 送給家人 我猜他們收到 那個快樂 是開心到不得之了 因為始終它不只是一個花束 它連著水給它放在那裡 即是很有生命 是的 而且很划算 因為其實你買花 你是很難買這麼少的 是啊 即是你每次買完回來 可能真的可以做到五、六瓶都沒問題 是啊 那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譬如我們現在這樣插完 那真的 需要不需要換水 或者要多久換一次呢 我自己建議 可能最多最多 隔天換一次的 最重要 但如果你有多些心思的話 你可以每天換水 但是你最重要 就是你換水的時候 要確保所有水都可以震到你的框 還有 最好就是你換一半水 然後加一半新的水 你倒水的時候 不要倒舊那半 為什麼 因為 其實有時候 如果花花 你換得太多 即是 新的水 它未必習慣得到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病遇流少少少有營養的水分 水分 我看有些花圖有買些粉 其實那些是需要不需要的 還是 有就最好的 因為那些是營養粉 可以令花長長一點 還有一些殺菌的作用 尤其是如果加了那些粉的話 更加就是倒水的時候 不要倒上 加些營養水 再加一些新水 再加少少營養粉 那大概可以放多久 這個大概應該可以放到一個星期 哇 因為它們都很耐看 對 這塊很漂亮 很開心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去試做這個花 試做這個小什麼 小平花 家居小平花 如果大家想試做這個家居小平花 就可以試一下我們剛才的方法 用一些自己喜歡的顏色 不同的位置去做 那如果你想真的學多些花藝 就歡迎 Follow Samantha的Make Your Choices For Me 她平時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班 給大家上的 那 對 喜歡的話 就請Like和Subscrib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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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ing